用过还敢说真话 红药使用三分钟 有没有感觉我这边更紧更烹 我今年32了 每年光在美容医上花的钱都要个大主观了 其中入手最多的还是亚蒙 这个亚蒙S5代我去年就有跟你们分享过 升级的双蛋白美容医能量更猛 而且升级做到了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一手抓 美美点垮松弛 生纹凹陷 小核心消失 它都能狠狠死磕 特别是当你觉得用其他设品仪器都没有效果的时候 用过它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个用起来也超简单 你不用纠结什么模式 两代按键 就是智能分区和自动匹配能量 对这个五环鸡头的肉眼可见变重 宽宽扁扁的了 不保持了圆环电极能量聚焦的天然优势 而且跟皮肤的贴合度更高 加热面积那叫一个密不透风 输出多射品 一加一大于二 而且它的加热深度是同类产品的1.5到2倍 就可以更深更多更有效的激活双蛋白 直观点来说就是 我用S5代都是只充四挡的 但现在双蛋白没容易 我用三挡就足够了 中华三恰半张脸都是热热麻麻的 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都被叫醒上班了 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关系 就像水泥和钢筋一样混合在一起 共同把塌陷奇者的脸给稳稳地撑起来 很多美容仪 它只能单一刺激胶原 缺少钢筋 弹性蛋白固定支撑 效果就维持不了多久 达蒙同时自己创蛋白 不用我多说你看是不是又紧又碰了 这不关是45周年的特别版 把亚龙他们家半个世纪的技术和精华都塞进去了 抗老效果不仅拿到了三甲正规机构的12个功效报告 很难去到世界皮肤大会上做发表 实属妞 而且亚龙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 因为它可以从射瓶 红光 微电流 三重能量一起发力 同样10分钟它可以轻松干了别人30分钟的活 淡纹 嫩敷 提拉 三倍速抗老 正记得纯平护理头 每次用完直接擦一下就能干净 不给细菌滋生空间 接触脸部也会更安心 比它每天好像就省着几分钟 可当你熬了一天累到不行 省一分钟就相当于减少10%的闲置可能 整体使用下来呢 我觉得它更适合有进阶抗老需求的姐妹 因为它的能量更强 更直接 作用呢也更加明显一些 或者你一谈美容仪是想一步到位的 你怕你坚持不下来看不到效果的 也可以试一下这一块 但是一定要记住 不能从一道开始 那我总结一句 想要深度抗老又嫌麻烦的姐妹 真的需要体验一下 亚萌霜蛋白美容仪带给你的快乐